人大了 我們要進入葵花寶典 所以我現在要進入我的主題 我們現在要進入葵花寶典啦 你們最喜歡的葵花寶典在這兒呢 我們最近什麼事情鬧很大 發生什麼事情 不用怕 明年都會更好 It's ok 深夜台 沒有啊 現在不是深夜 怎麼會深夜台 葵花寶典要開始啦 葵花寶典不是深夜台 首先我們要來講說 OK How to hit on a white girl 如何把洋妞 呃 我的葵花寶典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出很多本書 因為我覺得我開台永遠做不完 不是我鼻子長痘痘啦 我好像在這邊還是哪邊長了一顆痘痘 那就沒辦法 謝謝你 Sky 啊 太富為愛你 ok 其實投歌人不錯欸 對啊 所以 好 好 來進去 OK 如何要把洋妞 我跟妳講洋妞不同 與亞洲女生的東西是 如果妳是用東方的想法 的思維去把洋妞的話 那我跟妳講 GG OK If you use your Asian thought 去把洋妞的話 GG 可能沒有人太多想要把洋妞 但是其實 你在這邊不一定要聽這個 你可以聽說 亞洲人跟外國人的模式是怎麼樣 真的嗎?心中只有娘娘 Oh my god 怎麼會這樣子 Really? You moved to Canada eight years ago and you still have no idea how ok you know Mandarin right I'm gonna do this in Mandarin Alright oh ok I'll try to do it in English Is Jell here? Jell is not here How come Jell is not here Hello 阿巴斯 Hi hi 新進來的 Hi hi Ok 我要進入了 要插入了 要插入了 Ok 所以呢 如果你用西方的 就是東方的想法去把洋妞的話 那你一開始有判斷錯誤 那你一開始有判斷錯誤 If you use your Asian mind Then You started wrong 你一開始出裝就出錯了 我請問你 你是要怎麼打他 那你是要轉AP嗎 AP Is a rare AP 好運解嗎突然 No cannot 不可以 一開始判斷錯誤不行 後面不用談了 那如果你要跟洋妞交往的話 你要有正確觀念 譬如說 台灣妹 OK 再跟洋妞 就是用台灣妹 跟洋妞交往的方式 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 那 這就是你自己 那些模式要全部刪除 再重新打開 Ok 首先 洋妞有很多類型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都可以用啊 那台灣人的模式是怎麼樣 台灣人是認識 交朋友 繼續交朋友 一直交朋友 約會 吃飯 看電影 約會 看電影 吃飯 上床結婚 韓國人 OK Asian 見面 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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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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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你看上面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那這個模式其實是 相當無趣的 但是可是可惜 這是我們的文化 對嗎 因為 我們台灣人真的蠻喜歡吃吃喝喝的 你看 你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就說 欸哪裡好吃 有沒有一定要找哪裡好吃 但是老外不是 他們一定覺得 欸哪裡好玩 所以 如果你去旅行 你能看到 Asian人 真的喜歡吃吃 他們喜歡找 好吃的食物 但是 西藏 白人 或者 Caucasians 他們喜歡 看到 更多的食物 對嗎 所以 如果你要用這種方式 跟洋牛講話的話 那我謝謝 拜拜 謝謝合作 來謝謝 謝謝您搭乘 本航空 下次再會 Goodbye 不行啊 對啊 對呀 我跟你講 然後 洋牛的交往方式是 搭訕喝酒 上床 搭訕跳舞喝酒 上床 結束關係 這是第一種 這就是friend with benefit OK you heat on you drink you sleep together then you heat on you dance you drink you sleep together and it's over 約會的話 OK 你搭訕聊天喝酒 去party 然後上床看電影約會 OK If you go dating you heat on you chat you drink at the party you sleep together you go to a movie then you date 那如果你結婚的話 就是見面認識 看電影交往 然後 跟家長會面結婚 但西方人交往方式 他們一開始 不會用朋友 OK 一開始交往的方式 他們不會用朋友 交往的方式 像我們亞洲人 會比較習慣先做朋友 那他們約會跟結婚分得很清楚 so white girls in their mind ok dating friends ok boyfriend and a girlfrie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stern they are very clear 他們很清楚 哪一個是哪一個 就跟我們亞洲人 其實真的不太同 所以我之前有講過 exclusive dating and dating are different 交往 OK 交往跟約會是不同的 你一次 為什麼 你一次可以約會很多人 但是你一次無法交往很多人 懂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跟很多人接吻 你可以跟很多人約會 約會親吻正常 但是在我們的亞洲世界裡 這個是不尋常的東西 alright so 你在這段關係裡面 你就要先知道說 你的腦袋應該是怎麼想 好嗎 然後再來呢 重點是 你 碰到亞洲妹 你要怎麼拔她 有時候會講一些比較甜的話 但是你絕對 不會就是像 叮羊妞 alright 好嗎 如果你看到一個白的女孩 你怎麼想要跟一個女孩 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 讓她 覺得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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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必須向她 你必須向她 我們現在講金髮美齁 我們在說 blonde girl 我們在說blonde girl OK 你必須向她 你必須在你稱讚她的時候 順便叮她 她就會覺得 奇怪 你怎麼會這樣講 你有趣 有一點有趣 然後又有一點壞壞的 你懂我意思嗎 OK so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do how to deal with this remember tease her in a compliment 在一段 好聽的話 要對她巴結的話裡面 叮她 小叮她 那我們亞洲人 要把羊妞一定說 oh my god I'm Asian you're so pretty you're so pretty you're so beautiful GG 再見 謝謝 bye bye thank you for the flight bye bye no no oh you're so beautiful bu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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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hhh 嗨姑姑的家人來了 so 嗨不好意思我做節目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媽媽媽媽媽媽來了 很很很的家人 乒乓 卑伯 我們家天崩地裂了 OKOK沒事的沒事的 OK 乒乓趕快把他 把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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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可以繼續了 我講到哪裡 我的那個氣氛已經斷掉了 I feel like my emotion is like gone but we'll come back ok ok hey it's here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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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OK好 我想到哪裡了 我想到哪裡了 喔喔 掰掰 掰掰對不對 掰掰掰掰嗎 我現在很尷尬 因為他們一直看著我 我照一下給你們看好不好 上一個鏡上一個鏡 媽媽也打個招呼 好 弟弟也打個招呼 我們弟弟打個招呼 嗨 媽媽 媽媽嗨 你現在有兩千個人在看你啊 OK 過了過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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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過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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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榮林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家就很多人 我就說我的情況不妙 就是開台的話就很麻煩 So it's um It's Yeah Family OK My roommate's family Alright Let's continue OK 你不能說 你好漂亮喔 然後就沒有講什麼 因為你這個根本 激不起話題啊 你懂嗎 跟亞洲女生也是一樣 你激不起話題啊 你就說他好漂亮 女生就 嗯 我知道啊 就心裡想說 OK I know Tell me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Right You're so beautiful I know Tell me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You can't do that If you want to hit on someone How can you do that? You need to You start to make them feel you are a smart ass Being smart ass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你一定要讓人家覺得說 OK 你是在包我還是在叮我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開始跟他們有一種對話了 你懂嗎? 這對亞洲女生也是很有用的啊 所以這就是重點 OK 如果你老是把洋妞 我覺得這洋妞跟亞洲妹都可以 你如果一直把女生當作朋友的話 真的到最後你們就只是朋友 You are just friend If you treat them just like a friend Then you are just friend So very important When you talk to them You need to have some hint 你在 You need to flirt Like very very Little tiny tiny flirt It will be fine 如果你在 你在跟一個人搭訕 或是在跟人家曖昧的時候 OK 你要持續曖昧啊 你要在曖昧裡面放多放少 你自己去挑嘛 但是 如果你 只是把他當一般的朋友 那你就是一般的朋友 No more 一樣 Thank you for the flight Bye bye 謝謝 Bye bye OK 不行啊 欸 他們一直看著我好害羞 我就很激動 等一下 他們一直看著我 很害羞 Not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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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聽得懂 我解釋就是解釋的詳細 如果你不想聽 你覺得很簡單 那你不需要來看我的台 Alright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要 第一個準則 你不要以抱著結婚的前提為交往 因為我們台灣人常常就是希望跟人家長長久久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人生非常的短暫 那我覺得 其實這些東西到底重不重要 或許它很重要 但是你千萬不要就是把這些東西看得太重 不需要把當以結婚的前提為交往 然後再來就是少提你們是朋友 OK So you don't Don't ever think like Oh we're together we're gonna get married Don't think that way And then do not say you guys are friend Do not repeat that 就有時候你們出去旁邊就說 欸他是誰 你就說喔他是我朋友 我拜託這個字你們真的要少提 真的你們要成功 這個小撇步一定要知道 這個字一定要少提 不要說他是我朋友 你就說喔他是 講名字就可以了 講名字就好 不要說他是我朋友啊 如果你講他是我朋友的話 就掉漆了啊 這種事少提為妙 OK 跟台灣女生也是一樣 蛤 因為通常人家問你男生女生 通常是男生回答 然後女生回答嗎 不可能啊 對嗎 So whenever people ask you Of course Don't ever say If you like the girl Don't really like Repeat that too many times She's my friend You can say She is honey Like just say her name It's already good enough OK 我還是要這樣說 反正呢 總而言之你要跟洋妞 就不要太拐彎抹角啦 這樣就對了 然後不要 不要 因為他們聽不懂什麼是 一生一世 或者是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他們聽不懂 這個也太沉重 現在的社會裡面 我覺得 在亞洲的社會裡面 也是一樣 不要 一生一世都搬出來 不要一開始就搬一生一世 OK So I love you forever Do not say that all the time Do not Do not Too heavy You just hang out If you say I love you forever Oh my god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fly Bye bye 接下來再見 下次再見 No Don't say that So it's not good OK 不要把一生一世 什麼都搬出來 因為 我跟你講 這些真的沒有必要 那些只是你的什麼 是你的籌碼 是你的籌碼 不要拿籌碼出來 亂籌碼 亂籌碼 No 不可以 No No Microphone 一個是燈 所以呢 這就是 楊喵的秘技啦 好嗎 那有些東西 我覺得 跟亞洲女孩子 也蠻符合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用 對啊 你們在一起 在一起 嗨宅宅 在一起都不知道會怎麼樣 你們一開始 就把那個全部搬出來 的話也不太好啊 跟亞洲女生 也是不太好的啊 好嗎 可以嗎 可以不太好 但是跟亞洲女生會好一點 的話他們覺得你比較serious 就比較認真 可是我覺得 其實 有時候一開始就是 認真的程度有分很多種 你們有時候把認真的定義給忘記了 What do you mean serious? Sometimes I feel like you miss the point of being serious 亞妞密技嗎 那你要我準備一下 我是每天 都坐在這邊準備 我會 我會給亞妞密技 我會給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譬如說 如何跟女生聊天 如何要 用文字跟面對面 來 來 那個 我都會寫 我都會做 這些節目我都會做 但是 不是今天 我一步一步做 你們還要跟我很長的時間 OK OK Oh yeah Ming Chi 謝謝你的 donate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 謝謝 謝謝你的 donate 謝謝 謝謝 嗯 直接跟洋妞說要跟我走嗎 他心裡想說 你什麼 你是誰啊 憑什麼 不行 你一定要一開始就先跟人家有一個 chemical reaction在 你一定要把那個 chemical reaction 有沒有 研發出來 這樣才行 OK 呃我之後還會繼續講很多東西啦 那今天我準備的就是這一個啦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點就是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你們問我說 怎樣 欸 咕咕 好 請說 那個 你拿來那個什麼東西 這個 小熊餅乾 對 小熊餅乾 嗯 曾妮琦區 我跟你講在哪 你知道在哪裡嗎 他在 他在那個 那個什麼大廈 你們剛不是去TST嗎 對啊 他在那個 重慶大廈附近 對 然後 哇塞這要我要怎麼講 好 其實 等一下 關個麥 等我一下 好 講完了 OK 哈哈哈哈 因為媽媽和那個 他們想要吃那個香港很有名的小熊餅乾 所以呢我在告訴他們去哪裡買這樣子 小熊餅乾不是辣比小新常吃嗎 沒有 嗯 嗯 好啦好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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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要告訴你們說如何變一個成熟的男人 因為你們一天到晚問我說怎麼樣會變成熟嗎對不對 媽媽媽是很好奇 可以來看沒關係 我們媽媽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這邊沒關係沒關係 好我們 樹一下進去 就是他們會在這邊打字 然後呢 呃會回答 然後我在這邊跟他們講話 回話寶典 回到寶典嘿嘿 好好 大家非常好奇啦 哎唷我還來拍謝啦 啊我拍謝 我很害羞 哦 嘿嘿嘿嘿 哦 哦 啊 有人說了你看你看媽媽好正 有沒有 媽媽好 媽媽好有沒有媽媽好 哦 OK 好 OK 不是那是 那是那個 我的媽媽 不是我的媽媽 呵呵 可是 室友 有如 自己的媽媽 OK 好嗎 欸你們要出去了 他們要去喝咖啡 要去喝咖啡喔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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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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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岳母好 什麼岳母好 那個 其實是阿里克的媽媽 不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在美國 不是我的媽媽 那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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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臉都紅了 唉唷 羞死人了啦 出去了 他們出去因為他們怕打擾到我 所以我本來是晚上 今天晚上要開台的 結果 因為我怕晚上的話 他們會在 然後我在這邊 他們就不好意思 所以我開台的時間 就比較難巧 然後我又太想念你們了 他 不是我的媽 他是 姑姑的媽 可是剛剛媽媽在的時候 我不想叫他姑姑 可是你們又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很尷尬啊 你們真的是 嗨喔大家 嗨喔 這是其實阿里克的媽媽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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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她知道 但她不想知道她是 性格 所以這就是 因為姑姑的媽媽 講一下家事情 姑姑的媽媽就是 不想 就是她希望姑姑開心 可是她沒有正面承認姑姑是同志 因為就家裡的親戚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好講 你們懂了嗎 OK 就 因為她媽媽不太知道啊 所以就很尷尬 她就是現在 現在因為她爸爸 兩年前就去世 那爸爸是不能接受 可是爸爸在去世之前就跟他說 你只要 開心就好 然後就是因為有親戚的關係 就還是避免 那現在過兒 就是只要 有家庭聚會 過兒也會來 那大家就心知肚明 可是就不想講明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好了嗎 好了嗎 講完了嗎 我可以繼續我的東西嗎 我葵花寶典講到一半 好啦這個是葵花寶典的最後啦 那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切一下鏡頭 還有你們聽 你們要保護我 你們不能到處跟人家講啦 你們很奇怪 你們到處跟人家講 你就生氣 不要到處跟人家講喔 最多人知道的秘密 真的假的她已經走了啦 歐北公歐公 不是這個是OK的事情 是可以講的 只是我要跟你們解釋說 為什麼就是我 剛剛不好意思叫她鼓鼓 或者是 但是她很好奇 但是因為她媽媽很可愛 就是對 那重點是她不是我的媽媽 重點是大家會搞錯 大家以為她是我媽媽 她不是我的媽媽 她不是我的媽媽 她不是她是姑姑的媽媽 屁啦 她用手機看了不開心 這麼可怕 真的假的 你們好可怕喔 不要這樣子 好了進到葵花寶典 今天的葵花寶典 如何變成成熟的男人 怎樣是成熟的男人 怎樣是成熟的男人 你們覺得這個定義很多 那我幫你整理下來這個定義 好用 你們不要一直再聊姑姑的事情 哪 Just stop it 來 一個成熟的男人就是 就是不需要一切阿諭外界的行為 來獲得安全感 不需要一切 OK 點損的外界的行為 來獲得憂鬱感 優越感 不需要靠外界一切的包揚 來獲得存在感 蛤 聊天室不可信嗎 明天那個PTT就有姑姑了是不是 你們不要這樣 姑姑沒有欠你們 你們不要這樣啦 那有差嗎 真的不要鬧不要鬧 我們現在講正題阿 要不然他們去喝咖啡 我就覺得他們是怕吵到我去喝咖啡了 我趕快把節目那個弄一弄 不要 這三句你們讀一下 OK 因為 這三句是我們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也有好嗎 在台的女生們 女生也有 這三句很重要 這三句很重要 OK 你不需要這些東西 就是當你不需要這些東西 你就是無欲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很有自信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非常非常charming的時候 你自己非常有 你已經非常有魅力的時候了 你覺得 Tony Stark OK Iron Man 鋼鐵人 他有這三個嗎 沒有他根本就是 活在自己的 就是他知道自己就是一個該做什麼 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你知道嗎 OK 然後最後 安平 安靜公平的面對一切 確定知道自己要什麼 OK 這太重要了 這個我也要放進去 因為我覺得太重要了 你們必須要看一下 OK 確定自己 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然後更明確自己 自己不該做什麼 或者是 不必做什麼 或者是 不必做什麼 OK 這就是我所謂 欸 我可以跟你們說 我上去看一些東西 然後 自己再想一下 我覺得這個最符合 但是這個境界真的太高了 這個差不多就是你的天靈 蓋影打開的狀況 所以 成熟的男人 值不得 值得去追求 男生們 你們要追求你們是一個成 成功 然後成熟的男人 或許不需要 聽好重點在這邊 或許不需要 或許不需要 現在 Do you need to be mature Maybe not Maybe not Maybe not 因為那個太難 Too difficult You need to be yourself But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什麼顧顧媽媽打Twitch follower 真的假的 嚇死人 不要鬧喔 就是你 你要達到那個境界才很難的 但是 你們需要達到那個境界 我覺得你只要平一個東西 真心 Unbeatable 無敵不敗 真心 我覺得一個男人 當你有真心 Whenever you have true heart I think you're mature Because when you have true heart All you want to do is just to be a man 因為當你有了真心 你所有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是想要當一個成熟男人 你就是要保護一個人 你就是要做這些東西 你就是不再畏懼 不再可怕 這個就是一個成熟男人做的事情 There you go 剛剛那只是一個開場 那三句就是一個開場 OK 那三句非常難達到 那如果那三句你也達得到的話 你的人生 應該也經過很多風風雨雨 大風大浪 要不然的話 就是你的人生可能會極度的無趣 真心就會有行動 真心跟行動是一致的 Alright 懂嗎 真心會被逼對 每個人都會啊 每個人都會啊 但是當老天爺給你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還你什麼 記得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所有事情的發生 一定都有他的原因 謝謝 154 對 Hulk YES I DO 所以你們不要太去糾結於什麼東西 要有原諒的心 所有的事情 都有他的原因在 出書嗎 要有人跟我講出書的事情才行啊 可能之後吧 之後看看那個 之後的公司有沒有要幫我出 好嗎 好嗎 Oh yeah Tim謝謝你 頭頂射出一道光靈 我看你才是百年起舞 這個葵花寶典 傻眼 唉唷不要這樣嘛 不要這樣子嘛 對啊 我希望你們可以懂我的意思 不用我講太明白 你們自己就是去體會一些東西啊 OK 哈囉 ZQW 所以今天我的葵花寶典是準備到這邊 那當然